Hello 妞妞來囉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新品 之外呢 還會介紹耳環 還有鞋子 鞋子即將在這幾天開賣 請大家留意時間囉 好然後呢 今天進來的人按讚留言分享 妞妞要送出我腳上的良鞋 大家等了14天了對不對 終於等到他了 然後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買到現貨 好了好了 真的很抱歉剛剛可能網速不知道怎麼了 非常不穩定現在大家應該看得到囉 所以耳環我要再介紹一次囉 耳環的部分今天上的耳環 我剛剛介紹到這一個就關了直播 這一個長度我覺得是最剛好 然後最俐落的有金跟銀 我覺得這個還蠻適合包色的 因為他也是就是蠻素牙簡單的款式 好然後再來呢 剛剛有提到幾個 今年很流行這種就是霧面的片 然後如果你就是穿一些度假的東西 花花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好搭 再來就是這一個是最大貨好評的 因為他可能是立體圓球 大家很喜歡這種的感覺 好喔然後 這個是讓所有辦公室小編 最喜歡的一個耳環 就是可能造型不會到太巨大 然後又很簡單 休閒度假通通都可以駕馭 這一個是我今天我個人最愛的啦 就是也像是比較偏夏天度假風的感覺 今天的耳環非常非常厲害囉 所以重開沒 我全部都重講了不用擔心 前面大家沒有什麼聽到不知道的消息 好這一個呢小巧可愛喔 它是利用這種夏天的感覺再加銅片 所以這一個我也蠻大推的 好然後這個有金銀兩色 妞妞也是全包色的 它就是比較簡單上班族也可以帶 就是不會那麼誇張 但是也是看得到的 好那耳環我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今天這幾個款自己到官網上去看喔 然後去訂購 耳環很難搶喔 請大家先搶 再來呢我要先講 鞋子呢等一下妞妞 等一下會介紹 我到底要買大半號還是小半號還是正常 所以大家今天的直播一定要聽到最後喔 好不好 我呢 今天要送出的就是一個 由我們自己製成的logo喔 很美喔沒有看到 然後是我們家的有改良過的鞋底 然後跟根部 所以等一下妞妞會介紹 然後呢我答應大家 要拿小半號來穿給大家的 穿著感是什麼樣子 等一下我也會介紹 所以你們只要按讚留言分享 今天我們是送出鞋子喔黑色的 好來 所以呢剛剛分享過的要重新分享喔 因為剛剛那一片被妞妞刪掉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要開始正式進入新品 那大家希望可能跟妞妞講快一點啦 我想要看羊 看聽鞋子對不對 好沒問題的 好來 那現在呢要先來介紹我身上這件褲子 這件褲子呢 是我們家的寬褲彈力褲 只有這麼一件喔 從來沒有上過寬褲是彈力褲的 寬褲是彈力褲的 寬褲是彈力褲你不覺得很酷嗎 就是長褲的寬褲都可以做到彈力 這塊料子不輸各大專櫃的彈力布料 我敢這樣說 因為呢連我們公司所有的出貨包裝人員 包裝到這一件褲子都問妞妞說 為什麼這件牛仔褲的質感可以好成這樣子 好我當時呢也不以為然 反正我本身就是很喜歡 所以才做了它 但是後來呢我自己實地穿上 前幾天我穿上去 真的好舒服 然後就是有點俐落的感覺 我不知道每個人喜歡的感覺不同 它就是搭個平底鞋或球鞋 就是很簡單俐落 然後呢正常版型全彈的 這一塊長褲的彈力布料也是新的 所以呢它不論是大腿也彈小腿也彈 好這一件呢它就是一個彈力的 還沒出鞋子還沒出喔 大家請敬請期待喔 然後今天新品也很多 所以妞妞也會講快一點點 好所以褲子呢 如果你喜歡這種俐落感的話 像我自己個人是有帶件 就是我還蠻常穿球鞋 然後休閒式的感覺 好再來呢 要介紹我身上的上衣 我身上的上衣這一件呢 是限量版 妞妞獨家的限量布料 好這一個呢 這兩個布料都是限量的喔 好為的是什麼呢 就希望大家 拜託要給直播你們 搶到這些限量的東西 有在看直播當然要有一些好康囉 所以這一款呢 目前是限量款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很修身 可以讓你的那個胸部有點 砰砰的感覺喔 小胸部應該又是最愛的 好那首先我要先來介紹 我身上的顏色啊 我身上的顏色 我個人超喜歡超厲害 因為呢它如果搭白褲 或是搭牛仔短褲 或是長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再來呢這邊全都是鬆緊帶 所以SML都可以駕馭 再來呢這邊也都是鬆緊帶 所以沒有問題的 可以看一下它的布料 這是今年初的第一塊圖騰彩色布料喔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有肩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有太露的問題 再來呢它還可以有什麼穿法呢 就是把它放下來 變成一字領的感覺喔 兩穿的感覺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東西放下來 你可以把它塞在衣服裡面 這一個顏色我還蠻大推的 好兩個顏色我都會穿 限量版這個超好看的 如果你手邊有白褲啊短褲啊 我跟你講搭下去真是不得了了 好然後這一款呢我剛剛講了它沒有分任何的尺寸 主要就是它的花布很厲害 再來有沒有看到小胸布的它一樣會膨膨膨膨的 所以呢其實感覺看起來是很有料的 那這一塊的料子一樣是選用最涼的棉料 所以呢穿起來一樣是跟你們之前買的 冰冰涼涼的棉料 是一樣的舒適感 一樣的涼度喔 好所以呢這種限量版的東西誰不搶呢 好真的好看啊我就是覺得真的好看 而且不分尺嘛 夏天你看它顏色配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喔 好後面進來今天要在留言分享 會送妞妞身上腳上的鞋子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兩個顏色我都很大推 你們自己感覺一下喜歡什麼顏色喔 我有睫毛了真的 我已經好久沒有睫毛了 因為前一陣子一直眼睛過敏 這個花布這一塊花布很漂亮 好再來呢剛剛有人說想看粉色喔 兩款它其實都算是圖騰花紋 但是顏色色調有點不太一樣喔 你們可以看是要買兩件還是一件就好 但是這一件呢我也是入合了兩件 因為其實兩個顏色穿起來的感覺是完全截然 截然不同 好粉色跟剛剛有點水藍色的感覺完全不同喔 好來囉 來我不知道你們喜歡什麼顏色 反正兩色呢都很好看 不敢穿粉紅色的人就可以買剛剛那個顏色 敢穿粉紅色的人你就買這個顏色 兩個顏色都很顯白 那如果你說膚色黑或是要挑哪一色 當然是挑剛剛那一色 但是這一色如果你本身很喜歡粉紅色的人你可以穿 而且你看它還可以這樣縮腰上去變短上衣 或是放下來就是一般上衣 你如果穿高腰褲這樣縮上去你的腿又會變超長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自己調整的 然後呢肩帶你不想要的時候就把它降下來 就有一點點小小微性感的感覺 好粉色就是微美 然後剛剛這個顏色我覺得穿起來就是顯白 然後好搭 它搭白色會很好看 所以兩個顏色我都很蠻推的 那如果你說你要比較好搭 我覺得這個顏色搭白褲牛仔會比較好搭 也比較實穿一點點 看大家自己 好你們一定有第一眼自己最喜歡的顏色喔 好然後它是剛剛講的喔 全攤完全不分尺寸 ASMLXL都可以穿的 漂亮喔漂亮 好每個人愛的東西不同 好那你們就自己去做選擇囉 好不好 好接下來呢 現在要先來換上 換上一套 也是妞妞獨家設計 非常厲害的兩件式上衣 好這一塊呢 這一塊料子主要賣的是什麼呢 這一塊料子我們主要賣的是 它的花 它的布料 它的布料有紋路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好喔 然後這一款呢 一樣出了今年最流行的黃色 但是它是界黃色 它跟前幾天的鵝黃 其實長得不太一樣喔 好然後呢 如果你有買這件的人 有買這一件的人 很多人都在觀望這一件喔 好有買這一件的人 就會送你一件 品口小可愛在裡面 一樣會送你一件 品口小可愛在裡面喔 好很多人在觀望這個 這個它不算是正額黃色 它就是有點界黃的感覺 來囉 好這一件呢主要賣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主要賣的是它的面料 你看它的面料是格紋 超好看的 然後呢 你如果有買的話 我們呢 都會附贈你一個小可愛 看你要不要使用 要不要穿 不穿要穿隨便你 你想要透膚 想要穿小背心 品口不管 反正就是多多送給你的 鞋子已經要開賣囉 好不好 而且這一次是在很特別的時間 請大家要留意我們的訊息 好喔 兩鞋等一下就會講了 一定要聽到最後 很緊張喔 大家等14天 如果再沒搶到的話 應該要凹死 好這一件的長度 它其實可以 蓋到屁股的 所以你想蓋屁股 就是這樣簡單為美這樣子穿 如果你不想要蓋到屁股為家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幫大家做一字尖的 好那這一款它可以 不要穿一字尾 它就是有一個小袖的感覺 或是你想拉鞋尖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這個顏色很漂亮 因為它是戒黃 跟我們前幾天 介紹的鵝黃色不太一樣喔 然後它可以搭我們昨天的蕾絲 白色的褲子 非常非常的好看 分享這一篇喔 上一篇我已經刪了吧 方形是小喇叭 其實我覺得它算是直筒 好喔 好涼鞋這次都是禮拜三開賣 這一次不見得是禮拜三囉 所以有可能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開賣 有沒有可能 好啦 等一下妞妞會說 會透嗎 它有一點微透 但是我剛講啦 我會送大家一件小可愛在裡面 這種是雪坊的面料 多少會有點微透 但是它不會透到內衣那種感覺 但是我有送大家一件 我有送大家一件就是小可愛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擔心 就是會有曝光的問題 反正黃色我非常大推喔 然後接下來呢 妞妞要穿一個非常非常 微美氣質女神的顏色 叫做杏色 好這個杏色應該很多人都很愛喔 兩個顏色讓大家做選擇 然後我覺得這個布料是真的很讚 因為它是我們家第一塊就是格紋的面料 來這個顏色是不是很鮮美 如果你特別喜歡杏色 想要當女神的感覺 你就可以買這個顏色喔 有沒有看到裡面有附你們平口小可愛 所以它就是若隱若現的 好不好 若隱若現的 好 這件我很大推喔 這件我個人非常愛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它就是穿起來有 而且它這個不會到很休閒 也不會到很正式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優雅感 有沒有感覺 不要半夜就好 好啊 所以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這個布料再給大家看一次 超強的 然後如果啊 你就是搭上一些有造型的耳環 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漂亮 超級厲害 對總之留意社團就對了 沒錯沒錯 有加入社團的人 一定要看社團 好不好 超美的唷 對啊 新色紅色都很美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做挑選一個顏色 而且這外面沒有這種布料 這個布料是我特別選的 然後它又可以長手臂 又可以讓你美美的 可以不要一字靈啊 剛剛說了 它就是比較就是公主風的感覺 好 不喜歡穿一字靈 它就是有一種公主風和夜袖的感覺 超級厲害 會透嗎 剛剛回答過了 會透 但是有送大家一件平口小可愛 有沒有 送大家一件平口小可愛 所以我覺得你們不用擔心透度的問題 雪紡要透才好看 不透的雪紡就是不叫雪紡 不夠飄逸 所以就不夠好看 黃色會挑膚色嗎 那一款戒黃 我倒覺得還好耶 因為它的色度沒有到很飽和 或是很黃 所以喜歡黃色的人 一樣可以戴 有人聽到 一直有人在喊媽媽 對 因為那個我的小朋友 這幾天他們放暑假了 所以小朋友早上我都帶來公司 妞妞家的小寶貝 好來 所以這件我要脫掉了喔 好 再來呢 我要換上什麼呢 再來要換上一個 非常厲害的動動上衣給大家看 好來 動動上衣的部分呢 裡面呢 通常你要加平口小背心 或是要加這種 細肩帶小背心 都可以 隨便你們 好 那首先呢 我先來穿信色好了 這一件很特別喔 這一件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到海邊去穿 或是一般現在微涼的天氣可以穿 前交叉 後交叉 看你是要把交叉穿前面 還是後面 它就是每年 最流行的 就是動動衫 你就是把它套下去就可以了 好 這一件的版型呢 其實如果以妞妞來穿 我就會讓它有點微斜肩感 動動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 但是我非常愛動動的東西 前交叉 看起來腿超長的 再來呢 後背呢 它這邊也有一個叉 很特別之外呢 上身還有再做一個叉叉 好 那像這種啊 我覺得可以來戴一些 這種簡單的耳環 你看戴下去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這一件非常非常厲害 那妞妞品牆是這樣穿啦 如果 跟朋友出去是這樣穿 那如果呢 你就是想要去海邊的話 裡面就是穿比基尼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厲害 放暑假了 對沒錯 放暑假了幼稚園 好 它就可以斜肩 那當然正常領也可以啊 正常的話就是一個圓領 裡面我覺得你們可以自己搭 或是放出來再搭長版的背心也都可以 它就是有點洞洞式的感覺 超級厲害的喔 這件很漂亮 我覺得這件可以先搶 因為這個布料啊 它畢竟是要用比較久 它需要的製作時間比較久一點點 然後我個人就是很愛拉這種斜肩 然後我覺得這個叉太 太唯美性感了 好然後呢 後面這邊也有一個叉 有沒有看到 它是非常有造型的一個洞洞 所以呢 這件很夯喔 這件以上就非常多人買 因為我們近期基本上沒有出這個 這種款式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洞洞衣喔 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個是杏色 當然有些人我覺得 他好像不是很敢穿杏色的衣服的話 好妞妞呢 一樣喔 有幫大家準備是比較 比較顯瘦 或是比較 不會那麼亮的顏色 那就是黑色囉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點 是它可以交叉穿 剛剛我是把叉穿在後面嘛 我現在把叉穿在前面 好 它可以這樣子 剛剛我是這樣穿的 那 如果你買黑色的話 你可以穿黑色的在裡面也OK 你看 我把素面穿到背後了 然後呢 你們可以戴 像黑色我覺得 就蠻適合戴這種 簡單簡約的珍珠耳環 好 這個選色會有障礙 因為黑色又有點微性感 然後性色又有點甜美 然後又有點夏天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就是很隨意 讓大家自己去做造型的一件衣服 它其實可以外穿 也可以讓 就是打底的 或是就是裡面穿 比基尼套的 所以它這個用途 我覺得其實蠻多的 不會刺欸 對 尤尤選的這種東西其實都不會刺 我都有考量到大家的那個狀況 好喔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真的沒有水嗎 一滴水都沒有 好沒有關係 我會堅持到最後的 好來 我的背心是哪一件 我的背心超級熱賣 就是在小背心專區就可以看到了 它任何衣服都可以搭 好那這一件我要脫掉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小背心好了 好 這件衣服它任何都可以搭 所以呢 大家應該要人手一件吧 它就是一件很基本款 150元的背心 但是可以就是 呃 搭在任何任何的襯衫啊衣服 我可以先去拿水嗎 你們願意等我一下下嗎 好我馬上 嗨我來了 好先去拿個水很快吧 這個真的直接可以包色處理啦 然後這個我就沒什麼好介紹 它已經連續賣了三四年了 好就是妞妞很常穿的背心 好再來呢 再來我要來介紹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東西喔 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有點微性感 微運動感的感覺 好來這一件呢 針織 它是有點針織背心式的感覺 超彈超彈喔 彈到不行喔 然後這一次這個邊條 我發現一定有很多人在觀望這一件 一定有很多人在觀望這一件 來給大家看 登登 這件超多人在觀望吧 它穿起來就是身形突出 這種點是呢 其實妞妞穿起來還有一點點大的感覺 它其實是可以 我覺得這一款高個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高個你可以直接單穿當洋裝 而且它的彈度是整件超彈的真質面料 我覺得厲害的點是什麼 厲害就是我的腰變超小 然後邊條跟屁股全部都出來了 我覺得這件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好來一定是很多人在觀望這個 然後這個如果是我啦 藍色的話我就會穿的比較運動 灰色我就會穿的比較性感 那像160穿著感大概到這邊 它算是一個就是洋裝式的 這一款170 175你可以直接包色了 因為你穿起來也不會過短 你就還可以再變成很漂亮的洋裝的長度 好它就是比較 這一款是比較歐美款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這個我兩色都買 因為它很彈 它從整件面料都是彈性的 所以呢 非常非常好搭配 那灰色我覺得你們可以戴一些 牛仔外套啊 牛仔襯衫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嗨 有沒有都幫我分享 今天我們是要送鞋喔 然後分享越多 我等一下就鞋子講得越詳細 可以嗎 好不好 我來約髮三張一下 真的之前呢很像 但是這一次做的編條跟材質面料 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次是選用在更超坦的 這種羅紋面料 羅紋針面料 非常非常厲害的 非常非常顯瘦 這是真的穿起來很顯瘦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彈力十足 尿尿穿起來都還有一點偉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大家穿起來一定可以 這件我是覺得一定要買 因為腰整個會出來 屁股也會出來 不用太擔心 它真的不會很胖 而且呢 我裡面還穿一些短褲耶 你們都覺得我瘦瘦的 它這個版型就是非常非常修飾 利用邊條去修飾 謝謝大家喔 有沒有都幫我分享 好 那這個就是灰色的部分 我覺得灰色非常有質感 個人頗愛的 然後藍色呢 也很厲害 就是藍色的部分 我就會想要把它穿成是 就是 呃 比較運動的感覺 來穿一下給大家看囉 好喔 今天的心品超多的 就是要 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把它講完 然後呢 要交代得很清楚的 等一下呢 還要撥很多的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鞋子 好喔 請大家進來的永樂分享 我覺得藍色非常非常的亮眼 藍色呢 我就會把它穿得比較休閒運動一點 蘿紋面料很強喔 好 你看藍色的部分啊 我跟你講這個藍很厲害 它是有點運動美式藍 它是有點保藍色再亮一點點的藍 所以這個藍穿起來超級白 然後這個蘿紋的面料是彈到不行 真的是叫做彈到不行 然後非常非常的顯瘦修身 因為它做了邊條下去喔 好 其實大家看得出來 整個我的腰變小了 魂圍突出了 我跟你講 這一款是可以按照每個人的身形去做修飾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喜歡藍喔 會都好 反正這一款除了可以搭兩鞋 兩色都可以搭球鞋 會非常好看 然後這個藍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它是比較亮的寶藍 它不是深藍色 它是亮寶藍 好 所以呢 喜歡這一件的趕快去買喔 這個高個基本上170的人都會買 因為它的長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剛好 非常非常 對它們來說不會太短 又可以直接當洋裝 那160呢 我覺得大概就是妞妞現在身上穿這樣 蠻歐美風的 我覺得超厲害超好看 彈到不行喔 會彈走嗎 我跟你講真的是彈到不行啦 對啊 這種面料你們要自己回家試試看囉 好 有喜歡趕快去下單了 因為呢 這款真的也是一個爆款 大家非常非常的愛 而且超瘦又超白 哪一個女生不想要這種衣服 你會擔心有包臀包肉的感覺 沒關係 你就買回家試穿看看吧 因為呢 我對它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大家一定會喜歡 好 再來呢 有一些人在等一個東西等很久了 它終於出現了 可是呢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它出現了 但是它是限量的 所以呢 你們呢 有喜歡的人 就只有今天了 很抱歉囉 這只有今天可以買囉 沒有買到就沒有囉 是什麼東西呢 只有這一件喔 就是今天的限量品喔 又是來個限量的喔 好像很多人在等它等蠻久的 但是呢 因為這一款的那個面料關係 所以呢 它確定不可能再生產了 所以你們有喜歡的人 有沒有看到 吊卡都幫你們勾好了 好 它就是限量的 和聲的洋裝 然後這一件呢 很多人等很久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下 第一個 它是限量的喔 售完為止 第二個呢 它的版型算是小的喔 它的彈力不超級彈 超級彈 可是它上身胸圍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做得很大 所以呢 最多就是到大S的尺寸可以穿就好了 所以你是瘦瘦的 你大概如果在47公斤以下的人 都可以穿 47公斤以下的都可以買 它是限量的售完為止 非常非常厲害 這個我自己有買一件 因為我覺得 這個很適合跟姊妹出去 或是一些就是 要有點微正式 又不是太正式的 的場合可以穿 它其實算是一個短鴻 它其實算是一個短鴻 你說要直接當洋妝 我覺得不太OK 我覺得它的長度太剛好了 對 這件就是很有遐想 大家都等很久 所以今天呢 它是限量的 等一下就會搶光了 反正 如果 就像你有講的 如果你是落在47公斤以內的人 都可以買這件 趕快去買喔 好不好 然後它的布料是真的超彈 下面整件面料都很彈 只是它的胸圍上身 做得比較合一點點 非常美 然後背後也有 然後這個呢 我覺得就適合搭這種 微珍珠耳環 你看我整個人 就變很像要去參加party 或是小夜店 很不錯喔 對這件我覺得 就是47公斤以下 可以穿良心的建議 真的很喜歡也沒辦法 就放棄囉 不要難過 好所以這種限量的東西 我直接脫掉囉 好不好 然後呢今天呢 有一個很厲害的褲子 褲裝大家都一直在等 等說妞妞到底什麼時候要穿 好現在就來穿了 好這件褲子呢 我非常非常的熱愛 因為它的顏色太美了 我先穿卡吉色好了 它就是有點就是背心式 然後接寬褲的感覺 唉唷 這件我們model 非常非常喜歡 大家再忍耐一下 等一下妞妞要開始講那個 妞妞就要開始講囉 好這一件呢 先來扣扣子 這一件是屬於是寬褲 大家都非常喜歡 它不挑身材 有沒有看到很寬 很寬喔 好再來 它本身如果不綁的話 是這樣子 很寬 如果綁起來的話 這件面料很舒服 它是有點綿麻的感覺 好 稍微 超美的顏色對不對 請叫我維美氣質女神 這一塊面料是綿麻 但是它是很挺的綿麻喔 不會這樣子皺皺 嫩嫩嫩 軟軟的感覺 所以呢 這一款料子是挺擺 蠻挺的 然後它也不分尺寸 鞋子等一下我會介紹 鞋子我會介紹 這一件真的是很夯啊 就是每個人 公司每個人都忍手一件 然後他們顏色都有 有些人挑藍色 有些人挑卡吉色 我個人都覺得這件超有氣質 然後如果搭這個涼鞋 又僵僵好 但是你們先不要那麼早下定論 因為等一下還有藍色 好這個呢 這一次是利用非常特別的這種 有點是爆紋的那種小鈕扣 然後呢 再把它拉掉一次 它其實拉掉就是一件寬寬鬆鬆 蠻大寬的 就是連身褲 所以呢 如果呢 每個人呢 可以綁到自己的身材 不論你是要綁緊綁鬆 都好 很短嗎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會很短呢 它就是落在就是我腳踝的位置了 所以不會很短 就是看大家的身高 有喜歡的人 你就可以慢 如果你覺得太短的人 那當然就放棄了 因為今年啊 你們會發現 今年不是褲子很短 是這個叫做流行 好不好 因為呢 今年確實你在各大品牌 你有看過很長的褲子嗎 基本上 所有的歐美品牌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個長度 甚至比丁丁丁 現在做的都還更短 所以這是流行趨勢啊 沒有辦法呀 好不好 然後這個顏色是真的很美喔 它就是有點 有點像卡吉色 牽卡吉色 然後穿起來就是有一種 氣質女神的Fu 然後剛剛有講 它是綿麻的 但是這一塊麻料的棒數很夠 所以呢 它是很挺的 給大家看一下後背 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像這種啊 我就會搭配這種 比較簡單素雅的耳環 你看 耳環一戴上去 就長不一樣囉 多少錢要到賣場上去看喔 這件反正我就很大推就對了 好然後呢 剛剛一直有人在蠢蠢欲動說 那藍色呢 那藍色呢 好 我來現在要穿藍色了 好藍色的部分呢 兩側大家要自己感覺一下 因為其實 兩色我覺得落差蠻大的 就是完全整個感覺 不太一樣 好 來穿穿藍色的部分 藍色呢 它底色是有點牛仔藍的感覺 就是 不是水藍色喔 是牛仔藍的感覺 好喔 今天有沒有都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啦 現在有多少人分享了 多少人分享取決於我 要不要開始講鞋子囉 我要開始講鞋子了嗎 這棉麻片要鞋會縮嗎 不會耶 我個人有買兩件都洗過了 但是我還是建議 因為我是用手洗 然後直接把它吊乾 不要到洗衣機裡面去烘 這件真的超美的 好來喔 我現在穿的這個是有點 深藍色 它不是深藍阿 就是有點霧藍霧藍的感覺 藍灰色 今天就很流行 這種藍灰色 你看完全穿起來不一樣的FU 兩色都很美 還是有蠻多人喜歡藍色的阿 它就是有點藍灰藍灰的感覺 美嗎 很美阿 很美阿 趕快去下單喔 然後前面是做V領的 非常非常修飾你們的臉型 我覺得長度 你們不用擔心太長 或是太短阿 它就是搭這種鞋子 平底鞋就可以了 哪一個顏色比較顯白喔 這個問題其實不成立 因為呢 它上身都是白色的阿 所以沒有什麼顯不顯白的 就是看你喜歡卡吉色還是藍色 我最近很乖乖喝開水 因為真的還是很不舒服 241我還不願意開始說 要到300我才要說 趕快分享吧 穿起來超涼 超涼 不用擔心涼的問題 因為我比你們還怕熱 你知道我最近只要踏出車窗外面 我就開始不耐煩 太熱了 好了 所以這個藍色呢 來跟大家講 它一樣就是有口袋 然後蝴蝶結超級好打的 一樣喔 如果你是手殘 不會打蝴蝶結的 一樣20秒 可以搞定一個漂亮的蝴蝶結 不會帶來什麼困擾的 好 那尺寸呢 SML都可以穿 因為它本身是一件很寬鬆的褲子 然後大家自己做綁的 選色障礙 大家 我剛剛說過兩色都有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微美氣質的話 我當然推卡吉色 你想要特別一點點 實穿度高一點 一定是藍色嘛 因為藍色大家比較會搭 所以呢 如果以實穿度來說 一定是藍色 我有曬黑 我沒有曬黑啊 一定是燈沒搭好 來 我最近還好耶 最近沒怎麼出門 這樣應該好一點點 有沒有好一些 是燈太黑了 好囉 選色障礙跑出來了 你們自己選囉 接下來我再講完一套 我就要講鞋子囉 所以請在線的朋友 趕快幫妞妞按讚留言分享 妞妞即將要開始說 我們的鞋子 大約什麼時候開賣了 然後呢 要怎麼買呢 還有它的尺寸 這一次呢 我會把尺寸交代得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喔 好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這一套 我一起講好了 因為呢 這一套我真心覺得 他們很像是同一家人 感覺不能把他們分開 因為呢 我覺得這兩件實在太搭了 實在太搭了 你要我把他們分開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耶 好來 美美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就是同一家人啊 你要我把他們分開 我覺得我做不到 好 好我先來講上衣 上衣呢 這一次呢 是利用一個布料式的去做變化 雙層荷葉的感覺 再來呢 今年非常流行素葉 素葉配上淺牛仔 深牛仔都非常好看 之外呢 可以配上這種綿麻的短褲 這件短褲超強喔 它是褲裙 好等一下我會介紹 然後這個料子實在太冰太涼了 真的真的 然後呢 它也是一字領或是圓領 都可以穿搭 反正我就覺得他們是一家人 我不願意把它分開 所以我就一定要穿一起 所以有喜歡這樣搭配的人 你也可以買一套 感覺是今天晚上開買很緊張是不是 好 大家要留意了 好所以呢 這件呢 上衣其實說真的沒什麼好介紹 這件上衣就是穿起來漂亮 布料特別 好然後呢 非常微涼 非常冰涼喔 然後這件料子我個人很喜歡 我出去就直接這樣穿一套 連鞋子都幫大家配好了 然後它這一套都完全不分身型的 超美的啊 它就是雙層荷葉的感覺 然後如果啦 如果你比較肉的人 你甚至可以再變平口 多少人分享了 好再來我要講這褲子喔 這褲子其實是這樣子一片裙的概念 但是這一次的布料很特別 它是棉麻材質 再來呢 它的版型是一片裙式 最棒的是它的褲長 我覺得超級僵僵好 真的是叫超級僵僵好 然後呢它完全不分身材 SML喔 通通可以駕馭 所以這個褲子我覺得很好搭 你不一定要買我身上這一套 你只要有花的上衣你都可以搭 然後把它扎進去就好了 好這個顏色是真的很美 而且很夏天喔 在外面你們應該看不到這樣子的褲子 這棉麻材質超好的喔 好了 趕快現在有多少人分享了 記得喔 今天的新品一定都要去買 這真的超彈的 而且你看後面版型很漂亮 它就是有點 就是幫大家縮腰做的很美 然後這個啊 我就會搭配這種小小的耳環 小小的耳環非常非常的順眼 好了 分享到哪裡了 現在多少了 我要開始講鞋子了 分享多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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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開賣鞋比四足還緊張 對嗎 四足是男生的活動啊 我們就等我們的鞋子吧 來囉 多少分享了 我要來準備曝光鞋子囉 來吧 告訴我喔 現在多少分享274 好 在我在準備的時候 請大家再用力的分享 我要開始講鞋子囉 在我在準備的同時 請你們 開始幫妞妞分享了唷 好嗎 我在調整的時候 就是現在要開始講鞋子囉 就是 黑白鞋我們到底要買什麼尺寸呢 我先把這個降低 好喔 等等喔 359加油 酷群還能怎麼搭配 酷群你只要搭配就是 素面的都可以 好再這樣最後一格 緊張了嗎 我也蠻緊張的 因為我今天要把尺寸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呢 有在看今天直播的人 你們是不用再聽我之後開賣直播的 的那個錄影片了 好不好 我今天就會把這個 所有都交代清楚 來囉 多少了 開始了嗎 很緊張喔 敲個好位子 加油 280 準備要開賣了嗎 好緊張喔 你們搞的我也好緊張 好 首先呢 多少了 我要開始了 多少了呢 359 好啦到380 你們趕快cue朋友來 我今天呢 要現在要來講這個囉 我們即將開賣的 新款良鞋 好什麼時候開賣呢 先跟大家說 大家已經等了14天了 好 在這幾天就要開賣了 等一下 快要結束 我會講 現在呢 我要來說 只有看到畫面沒聲音 是嗎 我現在來講 有聲音嗎 大家不要緊張 有聲音嗎 各位 381了 有聲音了嗎 我現在要開始講鞋子囉 我現在要開始講鞋子囉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好 開始 我今天要講我們這個良鞋要開賣的事情啊 就是 我今天主要是要來跟大家先詳細的介紹這個鞋子 所以呢 你們一定要認真的聽好 你們才知道要怎麼搶購這個鞋子的尺寸 好 首先我有提到呢 這個賣場我們會賣從35號開始到40號 再來呢 有黑與白 黑與白喔 好 來 我現在呢 妞妞平牆穿的是23號 看得到我的腳嗎 哪邊不清楚要跟我講 妞妞平牆穿的是23號半 我腳上的這一雙是23號半 它是有點微寬鬆的 不論是上面 中間 有沒有看到 看得到嗎 還是這一條 都是 都是鬆的 但是我是挑正常尺寸 為的是我不希望你們走路走了 腳很熱很脹 然後呢 在前面勒著你們很不舒服 再來 如果你是買正常尺寸 基本上你整個腳板會在鞋底的部分 不會覺得說你的腳掌板突出了鞋底的部分 了解嗎 好 那我現在呢 左腳是穿正常尺寸 右腳我拿了小半號來穿給大家看 好 這次大家就想知道的 我到底是要買微鬆桿呢 還是買小半號呢 好 右腳穿的是小半號 來 小半號跟 我把腳都推到最後面 小半號跟正常 有沒有看到它的落差了 一個前面只剩兩公分 一個前面可能剩三公分 而且呢 這個指頭我可以隨意的擺動 有看到了嗎 這邊都是鬆的 這邊也是鬆的 這邊也是鬆的 但是我穿偏小半號的話 這邊其實已經沒有太多的空間 這邊還有一點點 這邊也是還有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腳上的話 它就會再 它其實還是可以活動的 可是你會發現我兩隻腳的靈活度不一樣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腳的靈活度可以很大 這個腳呢 再來它有一個 有一個點是 有沒有發現我右腳的腳板 感覺已經超出我的鞋底了 所以再來還有一個點是 後面其實我覺得也蠻剛好的 不知道如果你們買小半號會不會抹腳 但是呢 有些人他就是不習慣扭扭左腳的這種感覺 很鬆很鬆 你們有看到嗎 我有盡量再動給你們看了 好然後右腳是小半號是完全不能動 可以動啦 可是不是很好動 然後再看一下左腳 我就是想要介紹得很清楚 讓你們收到不會有尺寸的問題 然後就可以馬上穿出門了 所以呢 雖然啦 有些人你看喔 有些人就是之前買過我們家的涼鞋 就說 可是我覺得很像 很鬆欸 沒有關係 但是你買了小半號 你的結論會是這樣子 有看到我的腳板已經超過我的 那個鞋底了嗎 有看到嗎 所以其實阿 如果我覺得可以啦 牛牛還是建議正常尺寸 除非你真的上次買我們的涼鞋 覺得天哪 那個好大喔 就是我好像沒辦法 如果你要買我阿 的話 你就買小半號 但是小半號就是會像我講的 今天我現在在冷氣房非常冷喔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大太陽下面 如果你在走路的話 然後腳又脹熱的話 我覺得這邊會很不舒服欸 你脫掉鞋子應該會有痕跡 它搭什麼都 我覺得大家都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鬆鬆的 它其實都是鬆的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們要能接受這個鬆 這個是完全沒有鬆法 那它就是會靠在腳上就對了 所以呢 走路小半號有影響嗎 一定會有影響阿 因為第一個 你走路的時候 你這邊可以很輕鬆 這邊的話它就是綁腳阿 它就會綁著你的腳 然後加上後面這邊 它會靠你這邊比較緊 你看我現在這邊是鬆鬆的 可是呢 如果你小半號的話 它會靠在拉鍊 會靠在你的腳上 不知道你會不會磨到後腳跟 再來我個人是覺得 我穿小半號我覺得這邊很緊 我覺得拉 我個人就是穿給你們看 尤其是上面 上面很緊就會有一點不舒服了 而且你們要想喔 妞妞的腳算是比較瘦的 小半號一定阿 它各方面都比較緊 而且我覺得腳踝緊 就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是想要鬆鬆的這種感覺 可是又有些人覺得 阿鞋子這樣鬆是不是買太大 可是你們再看一下我動這個腳 的靈活度 我的右腳其實 我沒有故意喔 可是我的右腳真的 沒有空間讓我動了 這個不是建議大半號買喔 你們要聽懂喔 買正常尺寸 不需要偏大偏小 會蹲下 小半號蹲下去 我覺得都會有所困難 這一款是買正常尺寸 請大家幫我在下面附送一遍喔 不然我擔心有些人 他會買錯尺寸喔 走路小半號會比較緊 走久了會不舒服 我覺得是阿 腳板寬的人 你就買正常 絕對可以駕馭 發誓 因為呢 妞妞有改良過腳板寬 妞妞也是腳板寬 然後呢 所以我的腳都在兩斜之內 所以我覺得腳板寬 你們一定要買 一定要嘗試看看才知道喔 35等於22.5 對 我的環下中才會有喔 買正常尺寸就對了 然後黑色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它是全皮的 合成皮 但是它的合成皮非常非常的軟 大家不用擔心 一樣是可以走個三天三夜 沒有問題的 好然後呢 我腳上穿的是黑色囉 黑色我覺得是非常好搭 然後也不分什麼季節 我現在腳上這一雙都是 給大家看一下 我腳上這一雙現在都是 我正常的尺寸 然後我現在再穿一下 就是兩腳都小半號的尺寸給大家 跟之前那雙一樣的 差不多 正常尺寸就好 好然後我現在來穿小半號的給你們看 大家都知道買什麼尺寸了嗎 你看小半號的時候 我穿的時候還要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而且我現在是在很冷氣很冷的地方 如果很熱的話我覺得我的腳應該會不舒服 那如果腳板很瘦的話 牛牛一樣腳板很瘦啊 可是腳板瘦的人 你還是會被其他的限制啊 這邊因為它袋子有三條 所以呢我覺得 我個人還是推薦就是買正常尺寸 好現在這個是小半號的尺寸 基本上呢我的穿著感就是 這邊有一個東西給我綁住了 這邊有一個東西給我綁住了 好然後就是覺得有點緊緊的 有點沒有那麼舒適 但是或許有些人覺得 我喜歡這樣這樣比較好看 不會你看喔 這樣比較好看 有些人喜歡這樣 我不要這樣活動 我不要動啊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那就看個人了 我就純粹把我的經驗跟穿著感交給你們 然後你看喔 鞋底我的腳已經超出我的板子了 所以這可見我這一雙是沒辦法拿小半號的 我穿正常的 好我實在穿一次左腳正常 上面很鬆啊很鬆 給你們看喔 上面的來 我現在翹腳給你們看就很明顯了 你看喔 上面其實是這樣子的 整個是鬆的啊 這邊也是鬆的 這邊也都是鬆的 這邊也都是鬆的 但是你看我的右腳喔 我右腳現在是穿正常直鬆 我一樣把它往上推 我這邊沒有空間 這邊也沒有空間 這邊也沒什麼空間了 再一次喔 我都把腳往上推 這邊是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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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樣腳往上推 完全沒空間了 就是很剛好 看懂了嗎 之前買36那就是買36一樣的 小半號看起來就崩崩的 對啊沒錯 所以其實我個人現在 你看喔 我蹲下來啊 第一個我覺得 我用蹲的 你看喔前面的部分 這邊你看喔 這個是很明顯耶 雖然我有點醜 你看我這邊是鬆的 可是這邊完全動不到哪邊 然後上面 這邊也是 你看這個是完全鬆的 所以呢 但是還是有些人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會買小半號 就是大家自己選擇 只是妞妞針對我 穿起來的穿著感 告訴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要穿一下 黑色 白色 總共會賣兩個顏色 就是黑與白 上架了嗎 還沒有喔 我們預計這兩天 好我要講時間了 時間呢 我們預計應該是 金明兩天會開賣 請留意社團 社團的人 可以得到第一線消息 所以呢 如果你們現在 有粉絲不在社團的人 請你一定要加社團 因為呢 社團的消息 是第一手的 所以呢 社團可以先拿到 連結網址來購買 所以 如果你們現在還不在社團的人 趕快進去囉 正常尺寸真的可以走三天三夜 你看裡面就是會有人不喜歡 鬆鬆的 一定啊 所以呢 你就可以買比較合的 所以妞妞為什麼今天很認真的 要來介紹這一集 就是這樣 你看喔 我這邊是鬆鬆的 有些人就不喜歡鬆的啊 有些人喜歡這樣子啊 可是這樣子 我覺得 你就拿小半號 但是你走久了 你這邊 回家應該會有勒痕 我覺得啦 但是大的話是真的 偏大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你有看到我的腳都鬆的嗎 可以動啊 它也不是騙大 它就正常尺寸 然後當你腳脹熱的時候 我覺得就剛剛好 倒幾時 什麼意思 什麼叫倒幾時 大家一定要留意社團 欸 有多少人幫妞妞分享了 白色也很亮眼 然後如果我覺得 你們這一次啊 有搶到的人盡量包色了 因為你們買到黑 絕對又想買白 太合會不會不舒服 絕對啊 買正常尺寸會越穿越鬆吧 完全不可能會鬆 因為本身你沒有去崩它 它不會鬆 它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再鬆了 好喔 好黑白色都非常非常的美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鞋子我應該介紹很清楚了吧 有什麼問題想問妞妞的嗎 有嗎 趕快詢問喔 趁現在還有時間 讓大家問一下 上衣有賣 上衣剛剛才介紹完了 這一整套 我的腳板幾公分 我不知道欸 好囉 最後再給大家看看耳環好了 好囉 超美的喔 這幾個都賣得很好 這個 白色會不會顯黑 怎麼可能白色顯白 你只要把指甲有顏色擦好 白色就是顯白 怎麼可能白色會顯黑 24號就穿 24號是38吧 2438 腳不白的人 是不是要穿黑色 黑色完全沒有任何挑膚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們有擔心 第一個擔心膚色的問題 或是髒的問題 那一定是買黑色 因為黑色就是最實穿最好搭的 我身上這整套一定要一起的啊 什麼時候可以賣這一兩天 不是今天 就是明天 OK 那明天的幾點鐘呢 如果你有在社團裡面呢 妞妞一向就是會先給搖滾區 就是第一手的消息 上衣不拉一字領 可以啊 就是這圓領的感覺 目前不會出夾式耳環囉 正常尺寸腳滑還有多少空間喔 好來 還有很大的空間耶 還有這樣子 還有一隻手指頭的空間 價格 價格當然不能先說啊 價格是非常非常優惠的給你們 非常非常的優惠 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覺得就是大家今天 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你們到底想要買正常尺寸 還是買小半號 我個人是建議就是正常尺寸啦 去習慣一下妞妞帶給大家的舒適感 有些人說妞妞拿回去 上次之前兩鞋有人就私訊問妞妞說 我覺得這鞋子是偏大吧 那我說沒關係 那你就再買一雙小的回去試穿看看 果真小的就是太太合了 對啊其實妞妞想要做到的是 你們大家可以買正常版型 然後又可以走很久 又可以很舒適的感覺 我的訴求是幫大家做到這樣 但是有些人可能 不太理解我的訴求 所以他會覺得鞋子有點大 所以這一次呢 妞妞會特別的跟大家交代 然後再穿小半號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還是喜歡 和和緊緊的感覺 那就看個人囉 管大家怎麼價格買就對了 好可愛喔 我耳朵上的環下中會有 下中 尺寸選好了喔 大家都有心目中的尺寸跟顏色囉 是嗎 很緊張喔 一定要搶到喔 尤其是搖滾區的 你們沒有想到真的是太漏氣囉 剛剛的連身可以搭素題 可以搭 就搭黑白就好了 最多 擦我身上的 褲裙還有 擦了我覺得會有點緊耶 好囉 幾雙開賣喔 你說幾雙開賣嗎 這一次是快要破千雙了 所以你們如果再不搶到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們不認真 可以非常非常多給大家 所以喔 再沒搶到的不要怪我 這一次真的是破千雙耶 快要破千雙了 很多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NIKI 可能會比較再俐落 再短一點點 不是限量 但是價格是限量的啊 價格就當天便宜而已 破千雙一定能搶到啊 我跟你講你們再沒搶到 你們真的是運氣太貝了 然後真的是動作太慢了 就會令妞妞生氣 不過不用擔心搖滾區的粉絲 我還是會先讓你們搶購 所以呢 裡面還有沒有進到搖滾區的人 趕快囉 大家搖滾區的答應我 不要露氣 我不要在搖滾區 聽到或看到 有搖滾區的粉絲沒有搶到 我真的會生氣 是不知道你家的網速有問題 還是你真的是動作太慢 好囉 那大家一定要搶到喔 我們就 希望大家搖滾區的粉絲都可以搶到 然後再來就是 沒有進到搖滾區的趕快進去 因為呢 一定會先知道第一手消息 好不好 今晚不睡覺天哪 不要這樣子啊 壓力好大 好囉 大家加油囉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囉 掰掰